大家走得太久了 就坐下来休息 由于我背负着迟春走路 整个后背都是汗水 看到前面一百米处 也就是那个落差最大的微星瀑布 我想去冲洗一下身子 把迟春轻轻地放在一块 平坦干燥的大岩石上 我便朝着那个 捡着白色水花的落水处走去了 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 上帝居然对我们的恩典到如此的一步 就在小瀑布旁边的岩壁上 何然出现了一个高两米宽五米的洞口 我急忙跑上跟前看个究竟 这个洞口垂直溅入岩壁里面 大概有十五米深 洞穴里面和洞口保持着同样的大小 而且地面平坦干燥 我几乎不能再兴奋了 大字人真是太可爱了 我沿着清澈的溪流 踩着脚下光滑的青黑石块 回到了他们斜角的地方 我跟他们说 哎 你们快跟我来吧 今天晚上 我们有个安身的好地方了 说完 我拉起了迟春 背上他 朝那个天然的洞穴走去 衣梁和卢雅抱着小孩 跟在我的后面 我不断地回头盯住他俩 小心脚下的石块 不要滑倒 等我们进入到山洞里面 大家都很高兴 每个女人的脸上的微笑 都表现出满意的神情 我告诉他们 先坐下来休息 我去弄些干燥的树枝来生火 我一个人独自走出了山洞 走起路来 感觉轻松了许多 我在附近的灌木丛里 折了很多干燥的细枝干 用藤类的植物绑成大棍 背了回来 一路上 我用匕首 顺带削了些叶子茂盛的枝条 回到山洞后 可以绑成扫处 扫一扫地上 的石子和鸟的菱形的分别 三个女人叫我很快就回来了 都非常的高兴 陆亚和姨良主动上来 借过我身上的干柴 我把枝条绑在一块 让姨良打扫一下地面 迟春躺在泻了气的橡皮筏上 睡着了 我过去摸了摸她的额头 还好温度没有上升 这说明她没被细菌感染 一两和卢雅很快把洞里的地面清扫干净 接下来就是如何生活 我走出洞口 在旁边的小溪里捡了几块石头回来 然后在山洞的中央 把石块围成了一个小圈 再抓了一些细小的干柴汁 放在圈里堆成一堆 准备好了这些 我就拿过一把手枪 取出一颗子弹 用匕首将蛋壳里的火药切割出来 撒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 再将这块石头移进中间的小柴堆 我告诉卢雅和姨良 一个去堵住小孩的耳朵 一个帮池春无耳朵 看他们准备好了之后 我把蛋夹装回了手枪 对准石面上的火药 就是一枪 啪 蛋头顺着岩石的斜面 折射到洞口外面去了 石块上面的火药燃烧起来 引着了那堆干柴 我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 用武器生火 在我当兵的生涯里如同家常便饭 看着人烧起来的火苗 几个女人都笑了 尤其是石春醒来之后 看到洞内有了篝火 那炎然一笑的神态 动人机了 在康柴回来的路上 为了不迷失方向 我一直顺着溪流向上走 途中看到几条青色的尊鱼 在清澈的浅溪中 逆流溯源 趁现在天色还没有变黑 如果能抓几条回来 大家就能保着肚子睡觉 沿着溪流 我来到刚才看见尊鱼的地方 那五条呆头呆脑的家伙 还在使劲地摇着尾巴 向游回源头 溪流的前面 是约十米高的小瀑布 但他们却不知道宿命的含义 天一黑 他们就会被冲到下游 等天亮后 又开始成群结队地往上游 日复一日 不知道徒劳是什么滋味 为了防止捕捉使 他们掉头逃跑 我在下游溪流的狭窄的地方 麻起了很多的石块 水照样可以穿过 但对那几条尊鱼来说 却是条死胡同 准备工作做好了之后 我折了一根两米多长的树杆 轻手轻脚地来到尊鱼的附近 对准其中最大的一条 折了下去 由于溪水较浅 木棍把鱼下打翻是很容易的 最大的尊鱼被击中了 他青黑的头骨和脊背 翻开了白皮 腮里散出了血 我想他肚子里控制平衡的鱼表 一定是被我打破了 所以会仰伏在水面上 顺着水流往下飘 我不去管他 反正有雷起的石块拦截 其他几条尊鱼受了惊吓 吊转尾巴往下游窜 比起逆流的石的速度 那是相当的快 如飞剑一般 我沿着溪流追赶过去 那几条逃命的尊鱼 发现突然冒出了一堵 石头雷起的墙 更是急得乱蹿乱跳 再次反转尾巴 逆流回游 速度却慢得可怜了 我抡去木棍 又是狠敲了几下 这几条鱼本的家伙 都和第一条鱼一样 翻着肚 挤到了石垒的 拦截的缝隙里 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捡起它们往回走 这些尊鱼在水里看着不大 拎在手里却厚实得很 我想这一定是上帝 有意给我们今晚的盛宴了 三个女人看见我 带着几条很大的鱼回来 都非常的高兴 这座岛屿白天很热 晚上有时会很凉 我把池春移进了火堆 使它感到温暖 一辆和卢雅也都围了过来 我用匕首削干净木条 将其结成了四段 每段的一段都削尖了 用来穿鱼烧烤 一辆和卢雅 每个人手里举的条大鱼 翻烤着 我举着两条 一条是烤给池春的 每个女人都在笑 但是不说话 我就对他们说 洗溜很长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鱼可以吃 但水也不算是问题 能否回到陆地 先不去管它 至少我们活下去的 可能性是很大的 他们几个都点着头 相互看了对方一眼之后 还是笑 看得出来 他们挺满意现在的处境 鱼很快就烤出了油 在火苗上 滋滋地鼓起了小泡 鱼肉的香味 弥漫在我们的周围 大家不自觉地 发出了咽口水的声音 乙梁和卢雅 开始用小手 捏着木棍上的鱼肉 吃了起来 两个人边吃 边看着对方笑 特别像顽皮的孩子 我告诉他们 应该把鱼多烤一会儿 别吃坏了肚子 他俩对我笑了笑 还是照吃服 我也被他俩的饥饿地吃下 逗得笑了起来 那条很大很肥的尊鱼 烤得差不多了 我递给池春 叫他慢点吃 小心躺着 池春很温柔地看着我 他接过了烤鱼 用白嫩细长的手指 捏下了鱼肉 一点一点地吃了起来 我把另一条烤熟的鱼 用匕首切开吃 因为鱼太烫 我不能张开嘴巴咬 我也不习惯 像他那样 翘着手指捏着吃 我告诉他们 这个岛上有很多的薅草 明天割一下回来 在充足的阳光下 半天就能晒干 晚上拿进洞内铺垫 睡在上面会舒服一些 烤鱼很快被我们吃完了 卢雅和姨良的小嘴吃得黑乎乎的 枯似两只花猫 他俩睡前说要去吸水洗澡 身上的确是太脏 我怕他们两个出去危险 就陪着一起去 出了洞口 月亮很大 很圆 高高地挂在岛的上空 夜间的视线也是很不错的 我告诉他俩 在洞口边洗洗就可以了 不然走远了 会照顾到吃春的 卢雅身上裹得羊皮好 破旧而又亮 衬托出他白皙的脖子 一梁穿着布衣裤 由于他长得太快 有没有合适的衣服给他换 所以四肢显得格外的修长 我坐在西边的石头上 密林墙就放在我的腿间 如果有凶猛的野兽窜出来 我可以轻松地射杀他们 保护好这两个柔弱的女孩子 一开始两个小姑娘有点不好意思 先是看了我一页 又互相看了一页 然后难为情地笑了 我告诉他们 不要犹豫 抓紧时间洗 我们还不了解附近的情况 不知道周围是否潜伏着危机 以及潜伏着多大的危机 两个小姑娘听得有点害怕 犹豫着脱掉了身上的衣物 我说 哎 衣服别弄湿了 等到白天有阳光的时候再洗 现在只能洗干净身子 路亚解开了羊皮凹 细长白嫩的鸡背 展露在我的面前 她天气还小 胸部刚隆起不久 没有围胸之类的细软衣服 她的下身只穿一件单薄的麻布裤 残破的裤管已经变得很短了 盖不到膝下那笔直的小腿 衣梁解开了上衣 一条白色的围胸布条紧裹着 她那对傲气十足的乳方 路亚的面貌裤已经脱下来了 她圆润的小屁股 还没有长成成熟女人 那种撩人的轮廓 这会儿 在月光的灰影下 只显得白皙而柔软 衣梁一手拿着布袄和围胸 一手在抬起脚上 拽下裤子 她被罗亚打三岁 体态 已经出落得很有女人的味道了 臀部饱满 充盈 轮廓 柔软 清晰 两个女孩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光着身子 一时不知道 该把手中的衣物放在哪里 哎 把衣服拿给我 不要乱放 否则虫舌之类的爬进去 遮掌可就麻烦了 我一边用眼睛 巡查着四周的动静 一边压低着声音 对他们说 义良和卢雅 犹豫着向我走过来 两个女孩的脚牙 在溪水里 小心翼翼的踩着 其实 他俩经历了 我为池春清理伤口的一幕之后 少女原有的矜持 也因此淡了很多 一辆走到我的跟前 他又说有点下意识的 去掩饰自己的身体 月光是朦胧的 他那赤裸洁白的身体 好似洁白的高枝拧成他 我伸手 接过来他的遗物 一股异性身体的气息 直接冲进了我的鼻 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味道 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正是生理发育活跃的阶段 几天来 又跟着我受尽的苦难 现在 终于可以清洗一下了 不知道为什么 那股淡淡的味道 冲进了我的大脑 冥冥中 却驱散了我多年来的落寞 和深处 这座望穿之道的孤独 也许那就是召唤男人的归宿吧 卢雅也学着一两的样子 将皮袄和麻布递给了我 他的一只小手 一会儿捂胸 一会儿捂下面 左右避掌着 我偷在他身上的视线 我在接过他的衣物的刹那 叹了他的眼睛一下 他立刻意识到 自己不该这样慌张 就垂下了西长的胳膊 拉着一梁 往溪水中间走去了 卢雅的妈妈当初告诉我 说她的女儿长得很像一个大姑娘 现在想想 我心头不禁 又拥起了对卢雅的怜悯 卢雅微微鼓起的胸脯上 还保留着孩童的模样 在皎洁的月光下 她的小腹是平坦细嫩的 溪水滑滑地响着 两个女孩正弯腰洗着长发 显长柔软的颈背 攻出两条弧蟹 两个血白的臀部在水面上晃动 一大一小 极为美丽 我还是不停地在巡视着四周 丛林里的猛兽 在攻击之前 都是极为肃静和隐蔽的 我必须觉察到这种危险 提前将他们吓跑 否则 这些野兽一旦窜出来 扑向两个女孩 我就来不及射击和保护他们了 我记得 我的一个队友 在丛林伏击的时候 就是没有注意到后面的动静 被一只窜出来的花宝 咬断了肩膀 虽然那只豹子 最后被我用匕首刺死了 那个队友的胳膊却是彻底的惨了 一两和卢雅 已经开始蹲下去洗了 他们的右手都伸到垮下的溪水里 从他们的肩膀耸动中 我知道他们的清洗什么部位 两个女孩那副认真清洗的神态和动作 愈发的惹人恋爱 过了一会儿 两个人把全身清洗干净后 开始向我走来 我把衣服塞给他们 并掏出匕首 斩断了身后的两片硕大的芭蕉叶 因为迟春现在无法行走 而且他怕水 我们就用叶子盛满清澈的溪水 带回去给他喝一些 或者让他洗洗脸 这样可以稍稍的清爽一些 看得出来 女孩都是爱干净的 尤其是卢雅和衣粮 清洗过之后 人显得格外的高兴 这会儿两个人正围着篝火 用手梳理着头发 尺寸喝下了一些我带回来的洗水 然后用双手捧着洗了洗脸 顿时容颜唤发 他挂满水地的脸蛋 娇媚横生 充斥着成熟逆人的嫂媚 香皮发足够大 万丈平铺在岩石上 勾卢雅和衣粮睡的上面 尺寸对我招了招手 示意我过去 和他们挤在一起睡 我坐在篝火旁 对他摇了摇头 但尺寸会错了意 以为是我不好意思 挤着女人睡觉 切着又做了个拥抱的手势 告诉我不要害羞 我知道他只是在关心我 我也非常希望 躺在柔软的橡皮筏上 睡到天亮 可我知道 那样做很危险 我对赤春笑了笑 拍了拍怀里的迷淋枪 用手指了这洞外的黑暗 告诉他 我必须守着篝火 坐着休息 万一有危险冲进来 好能及时地保护大家 你不放心地睡吧 尺寸明白了我的意思 注视了我一会儿 就躺了下去 我靠着篝火 注视着外面的黑夜 大闹中的思绪都断开了 我现在没了目的 不知道明天会遇到什么 也许我们会在岛上住一辈子吗 但是现在我的职责 就是保护三个女人和婴儿的安全 不过为了他们 这里 无疑将成我灵魂的地狱 不过以后 他们有点灵魂来 没有人 绱向我的职位 好 有点灵魂的地狱 出现 我为了 即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